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相德玛德表示 莱纳斯已经在大马投资超过10亿令吉 如果将莱纳斯赶出大马 将影响其他外国投资者莱马投资 首相德玛德星期四结束日本福冈的两天访问 他在启程回来大马前对我国媒体说 大马不能再邀请澳洲莱纳斯前来投资后 却强迫对方离开 就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专家的研究结果 他说 莱纳斯已经在大马投资超过10亿令吉 但是稀土矿物的加工 居成会产生放射性废物 他说 专家研究表明 这些废料是非常低水平的放射性废物 对健康没有危害 而他也相信有方法可以进一步降低放射性 马丘说 外国投资者正在关注政府对莱纳斯的行动 他说 如果政府驱逐莱纳斯外资 其他的外国投资者将不会到马来西亚投资 内政部长以及人资部长外劳管理委员会决定 四个服务业的次领域 包括洗衣店 布料店 理发店和金匠店 将从2019年起到2021年分阶段终止雇佣外劳 内政部长当时摩西迪丁和人力资源部长 在首相署共同主持会议 针对多项外劳客旗进行探讨 随后宣布这项决定 文告说 上述四个次领域在2009年起 被冻结雇佣外劳 而现有的政策是允许替代外劳方案 但从2019年起到2021年 三年内将会分阶段终止替代外劳 也优先给予本地人就业机会 会议也探讨两个来自交通部的建议 并决定人力资源部劳动市场资料 及分析机构将对仓库次领域的外劳 需求进行深入研究 会议也决定 聘请外劳在巴生西港和 若佛丹荣白乐巴斯港口 担任其中及司机的申请 将依照现有的程序 同时公司真正需要人手也被纳入考量 未来公司必须考虑 可以吸引本地人的薪资条件 以及趋向机械化和自动化 另外 该会也同意工程部的建议 把建筑业外劳的技能能力评估费用 定为750令吉 以及石油及氢染气领域 定为850令吉 政府关心道明业者 承担高营运成本的问题 会议同意 延长重大外劳的临时工作准证6个月 他指出 会议了解到橡胶手套制造业 面对缺乏和视资源国 如尼泊尔和孟加拉外劳的困境 对此 人力资源部和孟加拉政府 正在进行最终写商 写商结果将汇报内阁 以做出大方向的决定 同时 也会继续聘请尼泊尔外劳 由西蒙政府所拟定的汽油津贴机制 贸销部长道西塞夫定表示 这项机制目前的准备工作 已经来到最后阶段 他强调 一旦在内阁会议中获得通过 这项机制有望在今年落实 贸销部发文告指出 该部门已经审核所有 汽油补贴机制的详细内容 至于落实的方式 贸销部则表示 将会在定案后再做出宣布 贸销部也呼吁内阁成员 共同携手合作 一同让这项机制 在今年内落实 慰及人民 政府在落实汽油补贴机制前 也会确保向人民 传达相关的正确资讯 至于汽油补贴社会群体的名单 也已经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 预料很快就会出炉和落实 文告中也提及 贸销部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目前还在等待生活补贴 援助数据库的审核名单出炉 找一文书法课题 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教育部把这项课题 带入内阁会议讨论 并由教育部长 马西·马利公布最终的定案 结果马西宣布 找一文书法单元不悠转 将会如期在明年落实 但是内容将从原本的六页 减少到三页 同时他保证不评估不考试 马西里表示 政府是考虑到学生 必须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 以及尊重不同民族的历史上 决定落实 找一书法介绍单元 这个单元将会以选择性方式落实 同时也让老师 有权力决定教导的方式 当被寻击老师 是否可以选择不教导 或学生是否可以选择不学习 马西里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他只是说 这单元已经在课本内 至于如何教导 老师可以以自己的创意去教导 这意味着学生是否要学习找一书法 都是由老师来决定 他也讲调 内阁已经一致决定 不会通过测验或考试 来评估学生对找一书法的认识 教育部希望通过内阁 会议做出的决定 早一书法客旗 不会再以不准确的方式被挤起 以避免引起大众的混淆 他还强调 为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利益 该部将会继续与各造交流 针对方坚质疑 为何教育部不会向泰国 推出更有意义的编码课程时 他说 如果早在2016年 在小学6年级 推出电脑编码课程 比泰国更早落实这个政策 他还强调 教育部没有急着落实找一书法 这并不是在一夜间所推行的 这其实是 从2014年检讨小学标准课程开始时 已经开始在讨论 而不是推出新的东西 台湾 连语 州苏丹杯足球赛将在来临的8月24号举行 在沙南体育馆上演 民众只要购买10令吉的入门票就能参与幸运抽奖 并且有机会可以赢得超过16万令吉的三分大奖 至今已经售出了4万张入门票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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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他说这三份大奖包括价值8万令吉的Honda City轿吃 价值8万令吉的Halei Motor 以价值3600令吉三天两夜的Saba Yabi酒店住宿 好的以上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卢姨妹 感谢收看这一节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